作业,看我们作业啊,我们作业是这样的 这个作业题考了,但是呢,我给你做个变形题目,题目二,题目一啊 这个还是这个题目,我要求你把运算结果 我要求你把运算结果通过第三种内素模型传出来 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了吗,通过第三种那种模型传出来 嗯,第三种内存模型 对,摩拉克兰的模型 就是摩拉克兰的模型啊 言文之一说,你的韩式参数可以这么写了 两个辅助指针变量,你把你的运算结果 你这个韩式定义,你可以定这么 只是说韩式参数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定义了 二啊,是吧 是吧,怎么来就行啊 然后呢,你去携取这个韩式的测试案例 然后呢,实现这个韩式 在这个韩式里面是不是摩拉克啊 当然在这个韩式摩拉克,你怎么样把这个爱极指针给选出来 是不是要用到三级指针了,是不是要用到三级指针了 是不是要用到三级指针了,是不是要用到三级指针了 是不是要用到三级指针了,你如果你不会,你上了今天课,那你好好会去消耗的话 你这个地方不会,那你可以这么来 在里面顺便一个内存,内存数例子 这么,这么干 这么干比较土一点,是吧 这么也可以 直接吧 这么是不是也可以啊 啊 那你要上,用三级指针吧 这是,这个题的求解过程啊 用第三个模型,求解这个问题 用 用 第三个 内存模型 模型,求解 啊 这是第一个作业 再看第二个作业 有一个 有一个字符帅 符合一下特征 要求写一个函数 输出结果是这样的 第一呢 输出结果是这样的 把ABCD 换成 DBC 11 DBC11 DBC11 是逆序吧 是吧 嗯 就是把这个字符帅 做成这个字符帅 同时呢 把这个ABCD 出现的次数 也给我传出来 OK 这两套接口 都有了 是吧 这个函数是训练的什么呢 逆序函数 是不是我跟大家已经敲过了 就是看 在被调用函数里面 在调用别的函数 你要 学会函数的千套 调用 是吧 因为你不可能 因为你写的 你不可能把说的代码写成一锅粥啊 那你还叫开发码 你要进行合理的分层 明白的意思吧 所以说这两个题目啊 都是有目的的 比如说随便给大家提出的 非常容易 继续学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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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把ABCD给你去 其他不变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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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